木耳 会洗,会保存 很多人都是直接用清水洗木耳 洗完后就拿去炒菜,凉拌 但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如果仅仅只是用清水洗 很可能你已经在不知不觉间 吃掉了上百个虫卵 这可不是威严耸听 也不是农民种植的木耳不合格 实际木耳在生产及后期的加工过程中 它的褶皱里很容易积攒下不少的尘土 虫卵等脏东西 清水很难洗干净 这个时候吃木耳 你可以想一下 这不是在吃菜 完完全全就是吃虫呀 那么木耳究竟该如何清洗呢 一个十年饭店大厨 给我支了招 洗完之后真的感觉 木耳又光亮又柔滑 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保证虫卵和脏东西自动溜走 一、清洗泡发木耳 很多人习惯用水直接泡发木耳 但这样其实不太科学 因为水不能有效地杀死木耳上 可能存在的虫卵和细菌 也不能去除木耳上 可能残留的杂质和化学物质 用热水泡发虽然速度很快 但是营养容易流失 而凉水泡发时间又会特别长 所以最适合用温水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方法 那就是用温水加小苏打 白糖和面粉来泡发 这样可以使木耳 更快更均匀地吸水膨胀 并且可以去除虫卵 杂质和异味 具体步骤如下 准备一个大碗 放入适量的温水 水温不要超过40摄氏度 否则会破坏木耳的营养成分 在水中加入一小勺小苏打 一小勺白糖和一小勺面粉 搅拌均匀 使之溶解 小苏打可以去除木耳表面的杂质 虫卵和异味 加白糖 可以起到加速泡发的作用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泡发木耳时加入面粉 会把木耳表面的灰尘清洗得干干净净 快速晃动搅拌 可以加速水的运动 让木耳充分吸收足够的水分 从而快速泡发起来 用这方法泡发木耳特别节省时间 前后两分钟就可以搞定 而且泡出的木耳又大又软 还有韧性 又特别干净 把干木耳放入碗中 用手轻轻按压 使之浸泡在水中 注意不要放太多 一次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否则会影响泡发效果 注意不要放在阳光下或高温下 否则会导致木耳变色或变质 然后把泡发好的木耳 放在一个大盆里 用手轻轻搓洗每一片木耳 把上面可能残留的虫卵 杂质和化学物质都去除掉 注意不要用刀或剪刀 来切割或修剪木耳 否则会破坏木耳的形状和口感 把搓洗好的木耳放在一个大漏勺里 用清水冲洗两遍 把上面可能残留的面粉 小苏打和白糖都冲掉 通过以上的操作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盘 干净卫生又美味的木耳了 如果是当日吃掉的话 可以用保鲜盒装起来 放入冰箱中冷藏 这样既能保证菌类的新鲜 又能保证菌类的口感 而且还能随时取出吃 二 挑选木耳 黑木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其蛋白质含量堪比动物食品 因此有素中之荤的美誉 此外 维生素液含量非常高 是美白肌肤的佳品 最重要的是含铁量最高 说到补铁 一般都认为菠菜 瘦肉 动物肝脏中含量丰富 其实在所有食物中 黑木耳的含铁量最高 是菠菜的二十多倍 猪肝的七倍多 因此是养盐补血 预防缺铁性贫血优质的食物来源 黑木耳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和一种特殊的植物胶原 这两种物质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防止便秘 有利于体内大便中 有毒物质的及时清除和排出 并且有利于胆结石 肾结石等内源性异物 有一定的化解功能 对于触发胆囊炎和触发结石者 保持每天吃一至二次黑木耳 疼痛 鳄藕等症状 可在二至五天内缓解 黑木耳含有维生素K和丰富的钙 每等矿物质 能减少血液凝快 预防血栓等症的发生 有防治动脉周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作用 那应该怎么挑选木耳呢 黑木耳并非越黑越营养 一些不法商贩为欺骗消费者 经常使用普通的耳染色冒充黑木耳 普通地耳是用锯末 皆敢撒上地耳菌人工繁殖 的 有时在潮湿的地方 自己也能生长 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而且成本很低 一斤地耳的产地价约为十多元 但经染色后就摇身一变 成了营养丰富的黑木耳 每斤能卖出近五六十元 造假者通常将地耳 倒入盛满热水的铁锅里 放入一定量的墨汁 就可将原本黄褐色的地耳 变成黑色的黑木耳 目前 这种假冒的黑木耳在网上销售较多 消费者应学会甄别 同时 由于黑木耳的吸溶性很强 很多其他物质 包括糖 盐等都能吸收进去 一些不法商贩 还常使用化学制剂硫酸酶 浸泡 以增加黑木耳的重量 这样一斤 黑木耳能长胖两三斤 但作为一种化学制剂 硫酸酶也可作为泄药用 是严禁添加到食品中去的 黑木耳并非越黑越好 消费者可通过辨别颜色来区别真假 真正的黑木耳正面是黑褐色 背面是灰白色的 而地耳是黄褐色的 用硫酸酶浸泡过的木耳 则两面都呈黑褐色 同时 黑木耳味道很自然 有股清香味 而掺甲的木耳有墨汁的臭味 把经过加工的黑木耳泡在清水中 很快水就会变成墨黑色 此外 真木耳嚼起来清香可口 而经过硫酸鎂浸泡过的 木耳又苦又涩 难以下咽 优质黑木耳的挑选技巧 一 捏 无论黑白 优质木耳的含水量很低 拿在手里感觉很轻 用手捏一碎 闻 新鲜黑木耳没有酸 臭等异味 存放时间久了 会因蛋白质 脂肪变性 而有酸气或其他异味 若有霉味 说明已经受潮 变质 银耳若有焦味 可能是在加工 食烘干过度 虽可食用 但质量 风味较差 购买银耳时 还可以在包装袋上 开一个小孔 闻闻有无刺鼻的味道 如果有 说明残留较多二氧化硫 二 肠 纯净的木耳 清甜没有异味 一些不法商贩 会用明反水 碱水或食堂水浸泡木耳 以增加重量 购买时 可以甜甜木耳的背面 若有色味 碱味 甜味 或刺激 辣的口感 说明经过额外的加工 质量差 使用黑木耳还需注意什么 黑木耳虽然营养丰富 并且有养生保健的功效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多吃黑木耳 首先 黑木耳有降低血脂 降低血小板 抗凝血 预防血栓症的作用 它对于降低血液 粘稠度 防止血小板凝集于血管壁上 大有好处 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抗凝剂 但是 也正因为如此 有出血倾向的病人 应少吃黑木耳 比如脑出血病人 尤其是在脑出血发病后的前三个月 更要注意 另外 在手术及拔牙前后 也要避免大量吃黑木耳 卡血 便血 鼻出血 患者也不宜食用 其次 黑木耳富含膳食纤维 因此 腹泻 消化功能差的人 要少吃木耳 否则会引起胃肠胀气 或加重腹泻等不是症状 最后 再提醒大家 一句 新鲜的木耳可是有毒的 吃木耳可不要吃新鲜的 新鲜的木耳中 含有一种叫 补鳞的光感物质 它会导致皮炎 皮疹等疾病 还会引起呼吸道 黏膜 过敏反应 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 几乎在每年的新闻中 都有报道吃木耳中毒的事件 浙江 一个家庭因为吃了一盘 泡发了两天的黑木耳 妈妈和孩子都食物中毒 住进了医院 七岁的女儿因为中毒严重 全身器官衰竭 换血四次依然昏迷 网上一搜 类似的新闻还不少 2017年 辽宁一名28岁的年轻女士 因为食用了泡发过久的黑木耳 全身多个器官出现衰竭 2016年 温州一对夫妻同样因为食用黑木耳 被送进ICU抢救 黑木耳真有那么可怕 到底是什么导致黑木耳 变成了健康快子手 罪魁祸首其实是他 应该能发现 上述案例中 引起中毒的黑木耳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泡发了两天以上 浙江疾控中心的专家实验后 也发现 危险就在于泡发时不够干净 加之时间过久 有害物质大量繁殖 不仅是木耳 包括香菇 银耳等菌类都含有营养成分 在泡发的时候 如果不注意卫生 或者泡发时间过久 就可能产生一种特殊的细菌 噎毒甲单胞菌 它会产生一种叫做 米酵菌酸的毒素 就是这个毒素 导致了一桩桩的惨剧 米酵菌酸为何如此可怕 这里就要提到 米酵菌酸的特性了 它具有耐高温 难溶于水的特性 人体摄入后 对细胞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损害肝 肾 脑等各个脏器 它的潜伏期是24小时到48小时 发病非常迅速 而且死亡率高达50%以上 米酵菌酸毒素中毒患者初期 仅有恶心 腹泻 头晕 全身无力等症状 随着病情加重 表现为黄胆 腹水 皮下出血 抽搐 血尿 血便等肝脑肾 实质性多脏器 损害症状 一旦摄入 如果中毒不严重 还有机会抢救 如果毒素已经到达个脏器 造成的损伤往往就是不可逆的 除了黑木耳外 北方比较常见的臭米面 潮湿变质的玉米面 以及新鲜的银耳中 都容易滋生 噎毒甲单包菌 所以都不建议 长期储存 木耳本身无毒 记住随发随吃 先给大家打一剂定心针 干黑木耳本身 并不含米酵菌酸 如果卫生环境良好 在浸泡过程中 也很难产生 米酵菌酸毒素 安全泡发木耳 注意以下几点 一、建议每次纸短时 浸泡当餐食用量的木耳 不食用浸泡过夜的黑木耳 二、木耳在高温下 变质特别快 泡发时间超过八小时 滋生的细菌 会达到原来的几倍 甚至数十倍 尤其是夏季和秋初温度较高 有条件的话 把木耳放入冰箱 冷藏式发泡 这样泡出来的木耳吸水足 口感也更好吃 三、黑木耳浸泡后 如发现有异味或手摸 感觉有粘液产生 请立即丢弃不可食用 四、保持良好的厨房卫生环境 不留剩饭剩菜 及时洗净餐具 不留食物残渣 木耳虽好 也别吃多 木耳被称为素中之王 素中之婚 这绝不是浪得虚名 它所含的微量元素 数量惊人 比大多数肉类食物含量都高 是补血补气的极佳选择 由于木耳有辅助 活血、抗凝的作用 有出血性疾病的人不宜食用 孕妇不宜多吃 木耳的热量很低 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胶原 对于减肥和缓解便秘是有帮助的 膳食纤维吸水能力强 可以增加饱腹感 帮你控制食欲 膳食纤维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 使粪便的体积增大 缩短粪便在肠道的时间 从而缓解便秘 植物胶原拥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有助于将食物残渣粘附在一起 及时排出体外 对肠道起到清理 作用 但木耳虽好 也要科学适度食用 一 大量单一吃 营养不良 木耳就是一种普通的菌菇 如果因为相信它 有特殊功效而大量吃木耳 不注意膳食平衡 影响了其他食物的量 反而可能出现营养不良 二 吃太快 肠耿阻 黑木耳的膨胀系数很高 比普通食品更容易感到负账 据报道 广州的一位大叔 觉得晚上的木耳做得好吃 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好多 结果睡前发生了急性肠梗阻 其原因就在于小肠堆积了大量没咀嚼 消化的木耳 建议木耳一定煮熟 并且要细嚼慢咽 咀嚼完全才能吞下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